大家好,我是海娟 今天做了半发面的小葱花饼 各个渲染层多 做法简单,还好吃 盆中倒入一斤的普通面粉 加入两到三克的酵母粉 用330-350克的温水来混练 边倒边搅 搅拌至这种大面蓄弱 下手揉成团 揉成一个中度偏软的光滑面团 盖上盖子,饧上20分钟 看一下这面团饧至的状态 并没有发起来 直接移到案板上 饧至好的面团不需要揉 直接搓成长条状 切分成等份的面剂子 取过一份切好的面剂子 直接压变,然后擀开 擀成薄一点的长条状 拧点油 涂抹均匀 再来一点椒盐 增加一点味道 不喜欢吃的,咱们可以做原味 再放上点小葱花 然后从一边给它叠加起来 两面的层次往里推一推 然后给它捏进几口 往里折一下 另一边也同样 捏紧几口 擀面朝下 然后醒面三分钟 取过最先底下好的面剂子 直接压扁 用擀面杖上推一下拉 匀劲擀开 不要太用力 然后再给它擀得长一些 薄一些 擀成这样长方形的扁皮 觉得哪里不贵准 用擀面杖稍微推一推 厚度大约在半厘米左右 千万不要擀得太薄 电饼虫提前预热 刷点油 油热以后放入扁皮 然后饼的表面 给它刷点鸡蛋液 淀点油 保持里面的水分 盖上盖子 上下盘加热 烙至饼虫的周围冒起热气 打开盖子 给饼翻面 这个饼因为放了一点椒 特别的好熟 看一下 已经变厚了 这面里面层次出来了 两个都鼓起来了 再次翻面 漂亮 两面都成这种的金黄色 即可出锅 饼骨的高高的层次 饼骨的高高的就熟透了 第二锅也出锅了 看一下 各个颜色都这么漂亮 出锅以后 我们从中间给它切开看一下 看一下里面的小层次 一层一层的 不比外面买的差 各个鲜软好吃 放点鸡蛋 营养翻倍 喜欢的家人们动手试做吧 是一个小层次的 我们下来看 我们下来看